8月3号 当地时间周六上午 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 Cielo Vista购物中心附近的沃尔玛超市内发生枪击事件 据称有18人遭到枪击或受伤 市长蒂·马尔波表示 目前已有多人死亡 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信息 至少有一名嫌疑人已被拘留 早些时候有报道称有三人被拘留 埃尔帕索警方和包括ATF和FBI在内的多个执法机构 正在对霍金斯和Gateways发生的枪击事件做出反应 执法部门表示现场仍然活跃 埃尔帕索警方说 他们接到报告称有多名枪手 德克萨斯州州长Grey Abbott表示 该州公共安全部正在协助当地执法部门 和联邦当局尽快最安全地结束这场悲剧 根据白宫方面消息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取了埃尔帕索枪案的简报 并与司法部长William Byrd和州长Ebert进行了交谈 白宫华氏燕丽报道